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是虹窗窗帘 今天来到长沙环的瑞峰 为客户安装了日本高清白折蚊网 和台湾高清白折蚊网 这个日本高清白折蚊网 用了无障碍式 出入就不怕卡脚 而且这个是掩门 关门的时候 蚊网只会到这里 当要开门 我们就拖蚊网 而且现在出入就不用怕踢到脚 踢到脚 那窗 窗这个还用了台湾高清白折蚊网 这个也是掩窗 这款是2022年最新款的 它是最容易拆的 我们稍后会补回影片给大家看一下 同样这个一样 因为它染窗 它关了窗后 蚊网只会到手把这个位置 我们如果要开窗 就拖这个窗 拖这个蚊网 本身这里还有一个窗 但是户主就说 我不需要这个位置装蚊网 因为他日这里都会装窗帘 那窗帘就算垂直的位置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厚度 所以这个就不安装了 对了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位置 好 来到房 房 它的窗 手把是 咬入的 但是呢 当咬了的时候 我们的蚊网 烫就只会到这里 所以呢 当咬了进来 就一定要关上去 那才可以烫到 而且现在就算装了之后 关了窗 就可以烫到看过来这里 那我们开窗了 那可能在这边可以看到 手把是这样的 好 好 我们来看看其他位置 去到另一间房 那我们也是一样 就用了台湾高清八截物网 那这个位置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手把是这样的 好 好 我们来看看其他位置 好 接着到这边这个 这个露台门 都是用了日本高清八截物网 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 那这个 都是掩门式 那关了门的时候 那蚊网 只会去到手把这个位 那我们 要出去的时候 就这样 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再看看这间房 另外一个位置 那间房 因为它有三个 对流位置 所以刚才那一个 就可以不安装 那这个就安装 那这个就安装 是掩窗的 掩窗式的 那我们就用手把这样 那其实如果厕所有窗 那最好就 当然是开窗 开窗 那最好也是 安装蚊网 那还有 那当洗完凉 那些水气太厉害 太濕 那有窗 开窗 让它通风 那便会好很多 那便不用怕 很多地方都会发霧 好 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厕所 好 到这边了 这个厕所 那也是掩窗式 这间房子 那些 洗手间的窗 和厅的窗 的窗 的位置 正好是一个 对流的位置 所以呢 有窗的 记住 要考虑 安装 好 我们还有一个厕所 没有了 厕所 还有一个厨房 我们去看厨房 好 来到厨房了 厨房呢 我们也是帮客人安装了 厨房的 厨房的 那边 斜斜地拌住 然后到这边 这样 然后把它缩合了 这样便可以拿到来 那便可以拿去厕所 这样打开它 然后沖水 拿一些油软的刷 或者清洁剂都可以的 那 当洗完了 那我们就收纳回去 好 那到装了 斜斜地上一顶 跟着落底 跟着到这里 斜斜地上顶 这样便完成了 安装完成了 好 我们是红窗餐厅 有需要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或者WhatsApp我们 电话号码是5266-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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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6-1850